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壁纸绣的绣法 我们首先绣哪一个图案 首先要把第一缘 用某种针法把它绣出来 大家看好啊 信号是怎么藏住的 这是最关键 我们刺绣 这面对面都要保持干净 整齐 这是最关键的 看好 这细头要紧得很仔细 一直绣 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个教法 因为它绣出来的模样 就像你孩子那个头上的大鞭子 然后大家看好 我第一针已经起出来了 第二针还是按照余温 第一针的余温下去 第三针呢 就是在线了 中间大家看好 就是最关键的 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距离 最最关键 再一拉 我们第一针的壁纸绣 出来了 然后做第三针 再下去 就是我们绣花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线啊 要拉得特别平衡 拉键的时候 一定要拥有这样 用这个小手 手指头来控制 线的力度 同样都是重复 从地上针的温度下去 大家看好 我的线 我的针每一次 都是在线条的正中央 出现出来的 这个步骤已经结束 然后我们这边 是要怎么转过来的呢 我们次序必须要学会 如何转化 现在我要开始转化了 大家请看好